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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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术不致人心摇动 即使调停 又不是打仗 当然用不着把全部兵力带来 于是 张勋把大部队留在徐州 只待四千多遍 子军进京 根本没有想过打仗 没想到后来局势急转之下 想到众人推 张勋这才后悔莫及 四 哪些人在徐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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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哪些人在复辟中会议 进京后的张勋与保皇党康有为密谋 六月三十日晚 张勋带兵到故宫拥戴溥仪登基 七月一日 溥仪重新临筹 大封文五百官 大总统黎兰红之前 被袁世凯封为武艺亲王 现在被封为一等宫 他不接受 逃到日本大使馆毕了 有趣的是 修建京章铁路的詹天佑 也被封雷由传部上书 他本想进京 只因马 未能成行 幸运地逃过骂名 五 讨逆军与辫子军交战如何 听到复辟丑闻 七月二日 段祺瑞立即在天津马场组织讨逆军 同时命令安徽 山东 江苏各路出品 三面夹击张勋留在徐州的辫子军 八日 讨逆军逼近北京 九日 各国外交团调解 张勋拒绝 十日 张勋集中部队在内成决战 十二日上午 段祺瑞下令开战 辫子军一触即溃 当晚 战事结束 真正的战事只进行了一天 讨逆军死伤甚微 辫子军战死百余人 投降三千八百人 安徽尼四冲对徐州的辫子军劝降 撤销五位军称号 彻底瓦解了辫子军 张勋颖是形象徒主 六 战争结束后的相关人物去哪了 溥仪 张勋 康有为等人出逃外国使馆 隐居后的张勋开办企业 钱庄 工厂七十余甲 富克迪国 各路诸侯都认为张勋虽然开历史倒车 但属于于中 选择谅解 一年后 徐世昌就任大总统 直接赦免了张勋 张勋在苏介寿中 享年七十岁 复辟结束后 段祺瑞重返北京 殿 请黎元洪重新担任总统 黎元洪认为张勋复辟是自己招揽的祸事 应对此负责 通电全国引咎辞职 段祺瑞赴任后 拒绝恢复国会和临时约法 孙中山由此发动护法战争 战乱大幕 又行开启 参考书目 一 北洋战史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7年二历史 深处了民国 华文出版社 2015年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